好 大家好 焦點視頻 欣Sir 玄學教室的時間 迎光幕 見到我們右邊是我們的女主持 卡尼 還有我們的左邊是我們的欣Sir 好 兩位 我想請教一下今集我們的話題 好像會講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我相信在這幾年內 因為某程度上 我也是肥仔 他也是肥仔 但他絕對聰明我很多 這個肥仔究竟是哪位呢 今集我們講的肥仔就是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嘩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但是之前曾經有很多新聞說 就說他已經過了身 因為他潛了水二十多天 但是又這麼說 很多在我們這個對面案的一些評論家 或者宗教家 就說了他一定是釘了的了 但是不好意思 結果幾天前 這個很厲害的肥仔又出來揮揮手 然後大家都發現原來過大學買錯了對家 所以今集究竟欣Sir有什麼偉論要發表呢 關於我們這個金正恩 第一件事最重要就是我覺得 如果你肯定那個時辰 他出生的時辰是準確的話呢 他的生死不多不少你都會很容易推敲出來的 作為一個肯定一點的答案 但是其實呢 現在網上就傳回這個名判 聲稱我是金正恩的 但是你研究過之後你覺得怎麼看呢 就是這個名判你覺得 屬不屬於金正恩的本人 我覺得他這個時辰 在網上流傳這個時辰 他透露出來 現在我手上拿著這個時辰的名判 我發現很多東西都是 對他來說是非常適合的 所以我比較是有信心 他這個時間出生是真真正正是他本人 我們在他的人生過程裏面 跟他們證明一下 看看是否究竟他是你的時辰出生 尤其是我們這一派的天星九素裏面的解釋 能夠有很詳盡的描述和文字 他解釋給你聽他是不是這個時辰出生 如果現在這樣說 我們可以看得到他本人就是天同助命 害公對天良的 即是說他的星是天同天良星 憑外表上來說你覺得會否配合呢 某程度上我覺得他很配合 稍為有玄學跟底的人知道什麼叫做天同星 天同星根本就叫做福星 在我們中國傳統的解釋裏面 福氣不是人人都有得那麼好 但是他能夠拿到天同這顆星助命 令到他的福氣真的可以叫做非常之福重 除了天同天良 天良代表是陰星或者是福份比較好些之外 還有在命本上可以顯示到有沒有其他的助命 他有一個很好的特點 凡是這些福星創命的人 他的人生觀很有趣 他人生觀就是如果他認為想自己站在某一個位置 首先第一件事他就是要很堅硬到自己 俗語所說他很堅硬到自己 他自己才可以有地方站的 他的人生觀是這樣 當然他的福度來自哪裡呢 有權可能是來自他自己的家族 也有權來自他們自己周邊環境的避蔭 如果這樣說他的助命星是有避蔭的話 即是說父母組上可以給一個領袖位置 他有這樣的福度可以做到 當然如果在福裏面來說 一般來說如果你看看他這個命本裏面 他有兩顆很好的星神是輔助他的 其中一個就是他父母公的一顆六傳 還有他在兄弟公裏面有一個破棍性 也都是帶著六傳 所以在先天聖的福音上面已經很尖鮮 即是屬於雙六甲命 沒錯 你很聰明 還有師傅我都看到他本身是有其他的輔助星 譬如他有幾顆吉星 有些沒那麼好的 人生一定有好有壞的一面 殺星只不過是代表我們這些磨過年齡 也都未必可以扣掉他的福 所以很明顯你看到他在官陸宮裏面 和蔡白宮裏面是有花拳和化科這兩顆吉星匯埋給他 所以他真是福上加福的 但是在於一些人來說 我們可能會這樣看下去就覺得 他蔡白宮沒有什麼星 但是會不會影響到他的財運方面 在他這種的 因為他本身 他爸爸今天成那種的權勢背景和程度 蔡白宮 一般來說蔡白宮就是 你賺錢賺到多少錢的過程或者怎樣 我想對他來說是沒有起不到什麼大的作用 他能夠有這樣的權勢 他還何必要或者擔心到 一般人就覺得蔡白宮或者你有不好的星神 或者你有殺星會影響到你求財的過程 但是在他們的背景下 他們是已經不需要考慮到蔡白宮這個好壞的方面 但是如果我們以他以星論星這樣計 他本身他的星系都比較屬於柔和 如果是這樣說 他的格局你覺得是哪一方會幫到他多少少 令到他可以上到這個位 當然第一件事當然是得力於他的父母功 他能夠拿到今天這樣的權勢 但是他本人自己的福氣都相當重的 相當福厚的可以這樣說 就是那個天同天流星 是 沒錯 天同的福氣是很怎樣說 我只能夠用一個形容詞給他 但是就是一般人都 你和我一般人都不可能 能夠有他這麼好的福分 就是因為他的配搭很好 嗯 OK 那師傅 但是我想請教 插一下嘴 那我們大家都了解 就是這個金正恩 當他成計到 他這個國家領導人的位子之後 其實坊間就傳言 就是他做出了一個動作 就是搞定了他大哥 所以他的位子就更加緊 其實在他的命盤 命格裡面又看不看到 會不會其實他和他的兄弟的相處 是好還是不好呢 這一方面呢 你分開兩方面來說 以他今時今日這樣的權勢 當然也都在他的家族裡面 也都很多人都保持這個所謂位置 或者和他有所爭奪 事實上呢 在他的命格裡面 他人生最弱的那一部分 就真的是兄弟姊妹那一部分 所以不排除他會 真的會受到兄弟姊妹的威脅 那如果這樣說 那現在可能傳言著 說金正恩是生還是死 但是你又這方面的看法 以他目前現在走的那個人生階段 他現在只不過是大概三十歲左右 他差不多都是一個壯年的時間 而單以他的人生的運程來說 他這個階段絕對是不會說是很差的 目前來說 但是如果他未來幾年 他坐不坐得穩呢 或者他會不會說 真是被妹妹奪了個穩 我可以這樣說 因為其他會境 我不會再怎樣跟他 就是我不會再介紹給各位的了 各位懂聽就知道 如果你們懂明白 糾素的人生過程呢 他走這個十年大運裏面 他仍然都可以牢牢掌握著這個目前的形勢 因為他自己這個人是相當聰明 這個人相當聰明 同時他有不穩定的一種心態 可能是來自他小時候 比較上我怎樣去分析他呢 因為他這個人是有雙重性格的 其實他本身表面上你看的人很和順 但其實他是一個很容易心大的人 所以呢 他一懷疑到那些手下 或者他的兄弟姐妹有些什麼 對他有什麼不利呢 他馬上可以作出一種很激烈的手段 來對待他的任何妨礙到他的權力權勢的人 師傅在命本上怎麼會看得到他 是比較你剛才說的疑心寵 或者是用什麼手段去教 那很容易而已 福德宮是主要我們的思想 主要我們的頭腦的思想 而福德宮裏面 很多人都明白到有兩顆星 有兩顆星 一顆叫太陽星 一顆叫太陰星 是非常之… 很多人都明白到 就是所謂忽陰忽陽的意思 所以其實他這個人 如果幫他 尤其是天同星是主情緒的 當他的情緒一不穩定 或是受到這兩顆星 有什麼磁力的影響的時候 他的人會 會變成兩種人 所以他能夠 為了拱固他自己的權力 他可以很狠心地落到最狠難的手段 來除掉他自己本身的兄弟 嗯…OK 好了 那兩位今集的時間 其實都差不多 但是 金正恩就是一個這麼有故事性 我們還聽到剛才阿欣Sir所說的 就是他的性格是這麼特別的時候 我相信他往後的腦 和他往後的做法 可能都非常之有戲劇性的 OK 那好吧 如果是我們下一集 我們再請教 恩Sir和Carly好不好 拜拜 好 大家好 焦點視頻 恩Sir玄學教室的時間 仍安莫呢 見到我們右邊阿Carly 和我們左邊阿欣Sir 你好 那兩位 今集呢 我們就承佔我們上一集的題目 因為上一集呢 我們就講了 被譽為是 在這個這麼不開放的角度裡面 全世界呢 他是一個最厲害 最能幹的肥仔 就是阿金正恩 OK 我們都講了一些他的命格 命盤 一些他之前的往事 那在上一集的節目呢 在最後的時候呢 其實就略略有講過的 恩Sir可不可以講多一次 其實 在這一刻 我們眼前見到的金正恩 是否真是金正恩來的呢 他是否已經過了身呢 這些鐵幕國家的統治人物呢 我就不跟你去保證他 是否真的有替身或者這兩件事 或者甚至有都不是出奇的事 在這些鐵幕國家裡面 但是呢 我可以肯定來講 他本人現在目前的身體 真的絕對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小問題就有 我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呢 金正恩呢 他這些福星的人呢 他不得不只 屬於所謂 你懂得享福或者怎樣 一般來講 在任何的事分上 你都見到他 很多人流傳說 他說他 又每天吃飯都要喝三瓶紅酒 又吃很多包心治肚或者鵝肝醬 那他本身的身體呢 的確是 跟他現在這個時辰出生的命格 是很配合的 哦 所以呢 他在身體上有些什麼的 突然間的 以他這樣的身形 就一定有很多 不知道的疾病 會突然間產生都不出奇 但是這次來講 我肯定他都是一些 小小的病痛 就不是說 好像一般人這樣 傳他說 他真的 心臟有大手術 或者什麼 就是傷風而已 你去當他是肺炎 你也可以說 但絕對來說 以他這樣的 因為在他的命格裡面 有一種跡象 我一定看到的 就是他這個人呢 他的身體呢 吸收力很強 所以他吃什麼都好 是特別 吸收營養 是被人很強的 所以他會隨時都 有些比較 或者是 即是 腸胃啊 或者是 在身體上面 或者吸收過度 會引致一些 你看他的體重啊 那些這樣會有問題 產生 嗯 師傅 我想問呢 如果現在這個病 是自己的 因為遺傳呢 那又或者 一半一半 一半 在遺傳方面呢 在遺傳方面呢 就 我要交給那些 醫生啊 或者醫學專家去講 但是呢 就 以他這樣的行為 還有 他做事的方式 或者他享受的方式 當然一定會有 另外 很多東西產生 令身體是 十時間有問題出現的 那是恩 Sir 我們了解 就是 我們都知道 他的身體狀況呢 應該都是正常的 身體機能呢 應該都正常的 OK 那好了 那有什麼會影響到他的工作呢 那恐怕會不會就是 他跟他的家人的關係呢 你的問題問得相當好 那他的命格裏面呢 其實呢 他人生他已經這麼沒有福份呢 那 怎麼都上天啊 有些東西 真的 你不會全部得罪了 一定肯有些東西 扣下你 所以 唯一最大的 他一生人 在他的命格裏面 佔最大的煩惱呢 就是兄弟姐妹 哦 他妹妹 難道 都包括在外 聽人盛傳她說 她這位妹妹 金與正 是一個權力欲很大的人 不排除她會 或者真的有這樣的野心 想坐這個位置都不定 嗯 但是呢 就 不止一個因素的 我覺得 另外還有些 他的兄弟都會 有這樣的野心 因為我聽聞呢 就說 金正恩的哥哥哥兒子 就是現在 其實就是在外國那裡住的 那之前 是吧 為什麼呢 那麼多外國的傳媒 都在吹 金正恩快點去市 呢 就是因為大家都很想 就是 喂 你快點去買 行壓彈的時候 呢 這個哥哥兒子 就可以回去繼位了 那因為這個哥哥兒子 就是長期都接受一些 外國民主的教育 那所以呢 會不會借著哥哥兒子 回到去接位之後呢 然後就直接可以把整個北韓 開放了 哇 那就是世界一件大事 我不是除了這樣的可能 但是 絕對是應該是 但是這些是牽涉到政治上的問題 我就覺得 我覺得認為在這個 名本上解釋 就不是那麼適合 可以純粹以人性的角度 和人情文理的角度裡面去 去解釋給一般觀眾聽呢 就直接都是受家庭影響的 那如果這樣說 你說是直接受家庭影響 那那個因素是兄弟姊妹 還是宿伯兄弟呢 啊 照來看她是她平輩的兄弟 或者同父義母的兄弟 那會不會她的妹妹有機會上位呢 嗯 照看機會就不大了 我為什麼會這樣推論呢 因為呢 在她現在目前她在走這個人生的階段 在30歲至40歲之間 現在她已經是36歲了 但是呢 如果我們是以命論命來計呢 她現在她目前她這個運程裡面呢 我可以大膽地告訴各位 因為為什麼呢 她主導的東西呢 就是說她這10年主導她的命運 同時她的星神呢 其實對她的權力 擁有的方面呢 是沒有影響 不是很大影響的 反而影響她呢 最重要的是 反而是人生的感情啊 或者她的兄弟姊妹的家族的問題 比較多些 那師傅如果你說感情呢 我們大家都了解 金正恩呢 就是有一位的老婆的 那當然後宮佳麗可能三千 但是我們知道的就是第一位啊 就是李小姐 這樣才算 但是她老婆好像這幾年都 已經沒有什麼怎樣 在一些公開的場合那裡出現過 就只是呢 她妹妹陪同出席呢 就比較多 那其實外間呢 都有一些的疑問的 是吧 就是呢 我們都想像到的 其實在一個 就是像你所說的 鐵幕的國家裡面 其實我又覺得 李小姐呢 應該都沒有什麼 所謂的力量 就跟金正恩說離婚的 是吧 離婚之後可能 那條命都沒有了 但是問題就是 因什麼 會導致到 李小姐 這幾年 不需要出席這個公開場合活動呢 又 在她這個人 她 她 金正恩那個 本人的婚姻態度方面 她很奇怪的 她這種福星的人 她對婚姻的態度 是有自己的獨立的看法的 但是我可以透露一點點 告訴你 我個人對她的觀感呢 就是 夫妻的事當然都 你娶得她做太太 當然當然一定 希望大家的感情都很互信 但是呢 她對這個 她這些人對婚姻的態度呢 其實 其實 你不要以為她真的 儲了一位太太回來 她們的互信的態度 不是那麼深厚的 所以 同時她有一個好的特徵 如果在婚姻裏面 遇到一個問題的時候 她這些福星錯命的人 是不會去挽救的 如果不會去挽救的話 即是直接會影響她自己 本身的感情問題 會繼續落化下去 但是如果這樣說 她現在 她的命格來說 影響她比較大的 是父母兄弟的製造 多些或是感情方面 那個是 兄弟展會那方面 只不過是權力的問題 權力爭鬥的問題 婚姻來說 她以婚姻的角度來說 也差不多有50%影響她一生人的思維方式 這個人是疑心相通大的人 她很難 就算她儲了這位太太回來 她很難跟這位太太溝通不到 無論大家相處了多長時間都好 好 即是反過來她太有福氣了 她太太可以福氣 絕對可以這樣說 絕對可以 真是正乎你這樣的想法 那欣Sir 但是 像你所說的 她這麼有福氣 但是之前你都說過 一個人 不可能完完全全是100分 甚至超出100分 那她肯有些少 是要減一些分的 以我們所理解 她這麼年輕 已經擁有這麼多東西 這麼年輕 甚至乎做了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全世界 全國家都要跪拜 等等 那她往後 有沒有壞了一些什麼的 歲數 年份 其實就 都有一些危險 或者可能 怎樣都 個勢都弱少少 那 福星 始終是福 在我們中國人來說 因為你迷信這些廣據 就是 她怎樣都 比較上 不會說有遇到大的空險 那 以命格來說 她在三十歲至四十歲 這段時間裏面 我們可以 從小這樣看 即是跟她的成長過程 看看她 現在她如果以命論命 她現在目前行這個大運 行這個三十歲至四十歲的運程裏面 因為她經過人生在二十歲 當她或者在二十歲至三十歲之間 她已經有一種小小的磨練 而人生她現在行這個運 是俗語所謂說 一個是經過磨練之後 能夠得到平息的運程 所以我覺得她不會 在這十年之間 正下來這十五年的大運程裏面 會對她的權力有些什麽的妨礙 反而只不過 我最擔心的就是 她的婚姻反而 感染方面 還比較重要些 正如你所說的剛才 她要到什麽運程才有什麽衰落 複就是複 根本就不是這樣 那麽容易說 真是會有大災難 一定要去到她四十次到五十歲之間 但她這十年裏面 她才是比較 我最多能夠用一個方式來形容她 就是更比較 或是… 頭痛點 那麽意思 那麽呢 那麽呢 那麽我想請教 正如你所說 頭痛點 她的問題 很多時候有感情生活 即是在一個這樣的國家裏面 她跟她老婆離婚 或者她老婆有什麽問題 又或者她老婆比沒有她大都好 她最多她便解決她老婆 其實都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 那… 即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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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 會是什麽問題 或者是嚴重到 什麽程度 會比較高呢 我肯定告訴你 那時她就是擔心她的健康 嗯 純粹是健康問題 是啦 令到她會… 或者她的權力不穩陣 嗯 即是你認為她短期內都不會死的 不會 在她的三十六歲 她們打後的五年之間 嗯 因為她這個人是相當聰明的 嗯 同時她經過這十幾二十年的末年 她現在其實她的運程呢 是有助於她更加鞏固她自己的權力的 即是有可能她現在所做的事是她一些… 嗯 想看下其他國家的領袖怎麼看她的一些手段 是 沒錯 她能夠游走於這麽多個… 大閣之間呢 已經… 我可以絕對肯定她這個人的聰明和能… 做事能力的程度已經可以足夠應付 是否因為她的星系比較飄忽一點 她的情緒比較… 沒錯 天龍星是主情緒的 嗯 所以特別呢 她出錯的地方呢 都是情緒 但這個也是她的優點 所以她可以游走於這些大閣之間裏面 而尋求到她自己的生存的道路 即是說 那些人可能覺得她很有手段 或者她已經慣上了這種方式 其實就不是手段 她的… 人家就覺得她… 其實… 她不會… 只不過是… 有時她的情緒是飄忽一點 嗯 即是觸摸不到 所以人家就覺得她… 那你作為一個總統的領導人 或者一個國家的領導者 你當然一定要有需要這種… 這種的性格存在 嗯 嗯 嗯 OK 那好了 那我想今集的時間呢 都差不多了 之後呢 我們再請教恩Sir呢 其餘一些玄學風水上的問題 好嗎 OK 拜拜 拜拜